第四个是蜘蛛 蜘蛛 那这个蜘蛛呢 好 诸位看 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蜘蛛 要找在产地你看 去大腹身 身晦者腹部是身晦越大 肚子鼓得越大 而且身晦色的 还是空中 这个蜘蛛是圆形的蜘蛛最好 所以你要去荒野采蜘蛛 不要乱采 看肚子很大 黄的灰色 蜘蛛是圆形的采回来 入药 那这个 我们 金方呢 也有用蜘蛛 规定 要屋子的西南角 所以你要拿个螺盘 测清楚 不要找东南角 西南角的蜘蛛 当中有些要很好玩 我们在后面要介绍 那里根白皮 东南角的里根 所以你要拿螺盘去测 好 东南角在哪里 当然你是植物学家 你看叶子怎么长 叶子都跟着太阳走嘛 对不对 所以叶子怎么长 你大概也知道 东南角是哪个位置上 东南角的里树根 西南角的蜘蛛 这个蜘蛛呢 西南角的蜘蛛 就在 在房屋的西南角那边 鞋王的蜘蛛 把它采回来 那就是我们要的那个蜘蛛 蜘蛛伞 很有名的蜘蛛伞 我们知道扇气 寒伞 用 那这里的蜘蛛呢 竹口窝引邪 雷利 我们身上之后的猴 那个解 淋巴解总大 还有自蜘蛛咬伤啊 脱缸啊 好 这可以 好 你看小儿大腹 丁熙 三年不能行路 好 这个肚子 总大在那边 不能走路 那 这个输送呢 烧蛋至小儿腹干 好 其实这种肚子很重大 这里讲的都是什么 寄生虫 寄生虫 我们会用虫类的东西 一定去抗虫 好 对抗这个虫 那蜘蛛 蜘蛛很凶嘛 它要对抗虫 一般来说都是 肚子里面有虫 长虫 好 你如果说真的肚子里面有虫 好 我们有很多打虫药 中药里面有非常多的打虫药 好 都可以使用 好 那这一方面 你如果用吃西药的打虫药 我倒不反对 为什么 因为打虫而已 打完虫就不会吃吗 哪能每天再吃打虫药 你那么多虫啊 对不对 好 打一次两次就够了 那中药也有打虫药 这个我不反对 好 好 这个后面的禁忌 诸位自己书上有自己看看 好